最新消息 咱们中国选手吴亦炳 夺得ATP巡回赛的冠军 创造历史 成为中国男子网球的第一人 那么今天咱们继续追热点学英文 说实话呢 为了准批本期节目 我看了几十篇的英文报道 但反而是在看到下面这一篇 报道他在半决赛当中 表现的分手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眼前一亮 因为当中有太多精彩的英文知识 So let's take a look We being used as well-rounded game to upset the top seed in a match of the highest quality from both sides of the net 一听没有什么顺单词 但是你不看字幕的话 能够瞬间产生画面感 也就是真正听懂吗 恐怕不能 来先看一下well-rounded 用来指形状的时候 指的当然是非常圆润的 但是用来指一个人的能力的时候 当然指的是非常均衡 就全面的 后面用的不是ability 不是能力 而是game 这就是为什么 你通过中文翻译 去理解英文的时候 往往都会觉得好像逻辑上不同 别忘了 英文不是靠中文翻译 活着的 game在这指的不是一场比赛 而是指一个人在竞技比赛当中 所体现出来的水平 比如说乔丹在一场比赛当中 突破了以往的表现 Michael Jordan raised his game to new heights 把他的竞技水平 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 这儿 咱们中国的吴亦炳 使用他全面的竞技水平的能力 然后to upset the top seed 让种子选手感觉不开心 你觉得字面意思告诉你什么 当然就是赢得这场比赛嘛 果然要交代一个大的背景的时候呢 英文再次用到了小小介词 in a match 很多时候你听不到任何一个生单词 但是你居然听不懂原因在哪 那个画面感和中文不一样 这儿发生一件事是在一个盒子里面发生的 这个盒子此时此刻就是给大家的背景 Oh a match 是在一场比赛当中 说到a match呢 我要稍微提一下 一整场比赛叫a match 分为三盘 其中每一盘叫a set 那一盘是由六局 一局那叫a game 只不过这儿的game 和刚刚讲的game 没有任何的联系 好吧 好 这是of the highest quality 最高水平 最高质量的一场比赛 from both sides of the net 你看 它从蓝网的两边都展现出非常高的技能 这什么意思 就是网球比赛时候 比赛到一半或者某一个点的时候 要换场地 你看它不需要说从它的这个左边 或者东边西边多烦呢 英文它喜欢用from both sides of something 这种上帝视角去描述出来那种画面感 真的非常的精妙 比如说他们要去描述 北约国家 你别忘了 美国加拿大 以及说西欧那些国家 它有的时候会说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大西洋的两侧 那前一段时间 咱们中国那个气球 对不对 那他们就会聊到中美关系 它用的是什么词呢 很多时候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太平洋的两边 好嘞 我们接着往下看 Despite facing an American who's irresistible skills in both attack and defense earn him his fair share of support in Dallas 前半句感觉挺奇怪的 尽管面临的是一个美国人呢 什么意思 你美国人言下之意 就应该比我们中国人更厉害吗 不是 不要敏感 好 后面说的是in Dallas 这场比赛大的背景 是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所举办的 所以前半部分的意思相当于 尽管面临的是具备主场优势的一个美国选手 但是 吴亦丙 is resistible skills 他不可抵抗的那些能力 在两个部分 in both attack and defense 在攻和防这两个部分 earned him 就为他赢下了什么呢 his fair share of support 他的那一份的支持 这个英文呢 很喜欢用share这个词 无论作为动词还是名词 比如说 would you mind sharing a cab with me 我和你一同去分享一下 这一辆出租车怎么样 也就是大家一同去乘坐这辆出租车 那么说到更虚的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 在全场的这个掌声和鼓励当中 这个support呢 是分给的这两个选手 那么其中一部分 就是被我们的中国的吴亦丙得到了 那么就是his fair share of support 那说到share呢 我再多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前一段时间有各种各样的短视频描述 坐飞机的时候 遇到那种乱流 好吓人 对不对 感觉要写遗书的时候 说实话 我相信坐飞机的人 基本上都有过相似的经历 那我可以说 I've had my share of experiences on airplane turbulences 好 那我们最后呢 再通读一遍 裸听一下 试试有画面感之后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We've been used this well-rounded game to upset the top seed in a match of the highest quality from both sides of the net Despite facing an American whose irresistible skills in both attack and defense earn a fair share of support in Dallas 好我是自学 并做了十年通证传言的Albert 别忘了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继续追着点学英文